大明朝所有的百姓都是你的子民 哪有看着子民受难 君父却袖手旁观的 他们可以愚弱百姓 你们不能视若无睹 这期视频足以让大家都能明白 大明王朝里面所讲的那些故事 是何等深刻何等的绝望 它所透露的 其实是整个社会历史的最深层的真相 这种深刻遍布于这部剧的每一个角落 比如这期所要聊的 这段鲜少有人注意到的段落 也就是与王妃和云娘两人的一段权力博弈 与利益输送的对话 乃冰冷彻骨的含义 对话的背景发生在本剧的后半场 严嵩倒台清流上位 彼时已经成为企业家商人的高汉文 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要接下审议时的担子 测试自己已改兼证的方略 是否能够成功 当时高汉文找到了下任皇帝 也就是与王 希望能够取得他的支持 两人所代表着的是光明的愿景 在这份光明底下 这边乡 高汉文的老婆云娘 他找到了豫王的老婆李飞 两人开始了暗面上的交流 与今高汉文要为朝廷 要为王爷做事 你又肯把心里的话都对我说了 往后我和王爷都会关照你 关照高汉文的 这就是告诉云娘 我李飞可以当你和高汉文的后台 王爷是储君 大明的天下总有一天让王爷来治理 同时嗅了肌肉 我确实是有能力当你的后台的 在冰雪聪明 毕竟面对的是大明储君的妃子 听她说完这番话后 云娘的眼睛慢慢亮了 似乎真看见了若干年后的希望 在冰雪聪明 这句话很有意思 极其的有意味 就是在说 云娘其实也不大聪明 这种话大饼的保证 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云娘还是心动了 为什么我说极其有意味 因为这个在字 等于宣告了 假如大明王朝有第二步 云娘一定没法如愿以偿 然而即便如此 这里问题同样来了 为什么李飞要这样 卖力地帮云娘呢 是单纯为了大明朝吗 我们且接着看 李飞又拉起了她的手 笑着放低了声音 你刚才说要求我 我倒真有一件事要求你 就看你给不给我的情面了 有所给 往往有所求 求的又是什么呢 云娘只好慢慢挨着椅子坐下了 娘娘有什么丰富 但说就是 名副一定从命 李飞又笑了一下 这件事说不上从命不从命 只是一件私事要你帮忙 一件私人的事情 严嵩他们以国谋私 所以他们失败 但是我现在呢 也只不过是求您办一件私事 云娘见李飞如此贴心提起 立刻感动了 娘娘请说 立刻感动了 这五个字 一流文笔 云娘当时处于极度渴望 李飞能够拥抱自己的状态 然而李飞这个大人物 竟然不只是拥抱了 还反过来要求他办件私事 那当然感动了 李飞轻叹了一声 我已经跟你说过 我也是出身评价 列祖列宗的规矩大 法律法规对我的限制挺大 凡是后宫的娘家 最多封个爵位 从不给实职 又不许经上 我的娘家 没法得到实权 也没法获取钱财 这很让我火大 你们外面人不知道 就是现在宫里的好些娘娘们 他们娘家都穷得不像样子 语言的一书 我 李飞 正在承受着全天下娘娘 都在承受的痛苦 名副知道了 娘娘的娘家有什么难处 需要花费 名副明天就可以尽送过去 云娘立刻表态了 这 就是明着在搞贿赂了 本来是件多么的肮脏的事情 但又多么的顺理成章的自然而然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李飞却脸一沉 你 把我李飞当成什么人了 云娘正住了 你是好心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李飞又缓和了脸色 我有个弟弟 蒙皇上恩典封了个都其位 在朝廷不能认识之 我想让他去南直立 兼个收税的闲差 这还是可以的 这可是个超级大肥差 你们去了松江 替朝廷经营棉业 我这个弟弟就可以也帮你们做点事 一来让他历练历练 让实习生帮你们做点事情 二来你们有了什么难处 他也可以直接写书信告诉我 我也好帮你们 玉王这都还没有上台呢 腐化 已经准备就绪了 云娘说的站起了 那颗一直悬着的心 这时有一打扮放到了枪子里 激动地打倒 娘娘这哪是求我们 这是在着实贯照名副夫妻 娘娘放心 国就业跟我们在一起一天 我们便会悉心惊态一天 工厂还没建好呢 贿赂 已经准备就绪了 李飞也站起了 笑得灿烂起来 这下不会担心 你丈夫又是什么海鸭浪的了吧 当然灿烂 云娘也陪着笑了 但不知为什么 这一笑心里又突然冒出了一阵寒意 那一阵寒意 从书本上涌了过来 好了 叙述完所有的背景 至此终于进入本期的正题了 李飞云娘两人的这一段对话 由浅到深 有三个层面上的传达 每一个传达 是那无尽的冷冽 第一个层面上的寒冷 来自于云娘 她所感到的寒意 是对她和高汉文悲凉结局的一种招式 当年沈亿石在大火中烧成了灰烬 高汉文夫妇 却要坠入永世不见天日的冰水中 未来一旦爆了雷 高汉文夫妇必然会被李飞给丢下去 绝对别想让尸首再浮出水面 而且必然会爆雷 从沈亿石的改道为丧 到高汉文的改道为眠 曾经的严嵩管不住底下严挡 未来徐杰也管不住自己家族 为代表的利益集团 至于李飞的弟弟 不过就是下一个制造局成员罢了 绵部这都还没织出来呢 但高已经被分到见了骨头了 什么六三一 六成归田主和绵商 三成归朝廷 才一成给百姓 就这还得看别人乐意不乐意呢 能为朝廷争得三分 又牵涉到徐各老家里 还有众多的官僧 谈论这次 已经是扯下面子才干了 你说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 云娘如何不会有不祥的预感 然而 这还只是最浅显层面的寒冷 第二层寒冷 则在于李飞 那个曾经幽国幽民 令人肃然起敬的李飞 一旦实现了阶级的晋升之后 便以令人猝不及防的速度腐化 自从娘娘赏了臣弟这份差事 总算给了臣弟一个回报娘娘的机会 高汉文夫妇也太破费了 权力与利益实现变现的永恒公式 我李飞在上面照着你 你云娘在安面上 给我的家族人员输送利益 这让人无话可说的合法掠夺 一边是徐杰和高汉文的官商明面白手套 另一边则是李飞和云娘的权商案面白手套 以及和高汉文关联密切的徐家棉花巨头 三条线同时分取的蛋糕 李飞代表的权贵 徐杰代表的官贵 徐家代表的财团 各自合法各自掠夺 多贪了一文钱 我第一个便不饶你 这些日子 臣弟风里来雨里去的 连正经饭都没吃过 做生意赚的钱 我一个字都没舍得花 你还说我贪 对啊 这是弟弟做生意辛苦赚来的清白钱 结果你说他贪 你怎么当姐姐的 冤枉啊 可不冤枉吗 凭本事赚来的银子 你李飞还不赶紧体谅一下 不叫你贪 也是为了你好 可也没让你这么刻薄自己啊 这才对嘛 于是合法掠夺 各个辛苦耕耘 辛苦收获着 非法掠夺便会在另一边同时陷入疯狂 就你个李奇 你辛苦收获个屁啊 于是从底下官员到商人地主 再到大小权贵 每个人都在狼吞虎咽着 我还管他合法不合法的 你李飞徐皆可以合法掠夺 老子还得非法取贪 于是一个个无法节肢的吞噬着 等到时候高汉文跟沈亿是一样 又被啃到 只剩下一副骨架的爆了雷之后 一部分非法掠夺者 便会被合法掠夺者丢出去降一下火气 那时这些倒霉蛋 免不了还得像严世帆正密唱那样 又开始满腹不甘心地发泄着 刘和平 他的思维就是如此这般的清晰而明确 然而 这也只是第二层寒冷罢了 第三层的寒冷 就在于 为何会是这个令清流肃然起敬的李飞 他可以这等迅速地去堕落呢 我们看大明王朝就是这样子的 当我们明白整个人物的行为与遭遇之后 我们就感受到了第一层寒冷 当我们弄清了他们畅通无阻的掠夺方式之后 我们就能感受到第二层的寒冷 也是当我们探寻到根源 我们才能明白大明王朝所传达的第三层寒冷 谁是那个他 徐杰和李飞事也 对的 你以为这些以国谋私的大明朝官员与权贵在堕落的时刻 会觉得自己正在走向堕落吗 非议 他们坚定地认为 自己仍然走在通向永恒的上坡路 李飞如此 徐杰亦如此 他们在堕落的同时神圣性不减 一点不妨碍他们通往永恒的光明内心 当你云娘担心他高汉文的工作 没法推行下去 那我李飞便通过我的弟弟来保护你 你高汉文也担心自己的工作没法进行下去 那我徐杰便通过我的家族来帮助你 人类大多是这样的 会为了自己欲望去寻找神圣性的双重标准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正是这种思维 才是一切掠夺 无法被压制的心理源头所在 因为对不起 所有的非法掠夺者 也跟你们一样的思维的 我虽然受惠 但是我的自污 却可以让我们大明朝 通向永恒的上坡路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的轻松而顺利 所以我言松言是番 只有拿底下官员的孝敬 才能让底下官员们接纳我 我也才能更好地为了合法掠夺者去 遮风挡雨 所以我之前的视频说 非法掠夺的心理根基在于合法掠夺 可合法掠夺的心理根基又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自我神圣 你永远不要低估人类顾盼自圣的能力 只要站到了高处 便能萌生地俯瞰自圣 一切的私欲 在优越感建立的时候 都会自动去寻求的神圣感 为何人们喜欢追求优越感 因为优越能够切实带来的 便是对自我的神圣的塑造 乃至于我比你有心眼 比你会整人的优越感 最终都会自动转化为 坚信不移的道德标准 正是那永远不会匮乏的道德支撑 促使高高在上的合法掠夺者 一个个理直气壮的掠夺者 我作为一个官员 作为一个权贵 我和我的家族为了大明朝百姓 做了那么大贡献 我顺便拿一点好处 会让我丧失神圣性 开玩笑呢 一个成熟的合法掠夺者 从不会让自己缺乏道德支撑 你甚至不能说他们虚伪 因为不光他们 高汉文云娘也是这样认定的 在云娘看来 李飞只有把她的弟弟李奇 放出来合法掠夺 才能体现李飞的诚心 高汉文也认为 必须让徐杰的弟弟来分取蛋糕 才能顺利去推行自己的两难自解 我高汉文学的是沈医师 可我学的是前车之剑 学好前车之剑 才好重蹈覆辙 云娘和高汉文 也包括当时的张居正 他们不明白的一点就是 只有在徐杰和李飞合法掠夺的方式 能够被明确地禁止之后 才能有充足的毅力基础 去压制其他掠夺者的贪婪之心 因为压制非法掠夺者 从来只是短时间有效的战术 不觉合法掠夺者的掠夺方式 才是战略所在 当战略能够达到 战术并不会是大问题 从群体的心理根源上去看 反掠夺的律法的长远 有效地被施行 其必要基础 就在于群体性的毅力氛围 因为你同样的永远 不能低估人类 那无可压制的比照之心 当李飞和徐杰赶去合法掠夺 又如何要求底下的商人地主官员 不去无孔不入地思考掠夺的缝隙呢 说到这里 这期的公式就可以罗列出来了 只要存在着合法掠夺利益的方式 不被彻底而有效地禁止 就一定会被使用 而且一定会和 非法掠夺联动性的膨胀 从整体上去看 你根本别指望人类 靠自我神圣的能力 去实现自我约束 这自我神圣 非但没法自我约束 反而还会成为合法掠夺的根基所在 这是不是很搞笑 但是李飞这个人物 就是强有力地告诉你 这就是事实所在 连李飞这种在本剧的开头 自我神圣的定调就非常高的人 在面对私欲的时候都堕落成这样了 你还能指望谁呢 当客观有机可乘了 主观便会自动粘上客观的异化神圣标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能让李飞所困扰的并非是内心的道德关卡 而是祖宗所定下的法律规矩 说得更直白一点 那有实际效力的律法限制 才是李飞他们所驼疼的 李飞这一角色实在太有意味了 这里我说的是真实历史上的李飞 她就是自我神圣 与合法掠夺相互交融 而且同等浓烈的典型 在她成为举足轻重的李太后的时候 她可以把自己李氏家族理灭 那些为非作戴比较严重的娘家人绳之以法 这是她的神圣色彩所在 可是她的合法掠夺的力度 一点不亚于家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家境一样的擅长拳斗 以及控制欲 家境遵道 所以花费巨资大修道观 李太后遵佛 同样也是花费巨资大修佛观 为了凸显自己的权利 让自己的小儿子陆王 搞一场婚礼的花销 都是好几十万两银子的巨资 缺乏外部的约束力 最终让李飞膨胀成下一个家境 好了就到这了